曾知乔自爆霸道情人 靠施华洛世奇遼難 施华洛世奇31日發表 2018秋冬新品 請來曾知乔化身花仙子站台 不過儘管仙氣飄飄 他卻自爆是個霸道情人喔 這講起來會沒人敢娶我 就我有事沒事會想要自己住個一兩天或一個禮拜 這結婚怎麼辦啊 所以我有些部分蠻自我的 然後我覺得另外一半又能夠體諒 不強迫他能夠欣賞 我想說為什麼好像觀眾沒有接收到這一塊 常常有人就會說 好像你有發過脾氣嗎 我心裡想 我很常發脾氣 可能是被外型制約了吧 不過現在的他 學會藉由視頻混搭 展現內在的霸氣自己 顏色上的混搭 我就不再去選什麼 粉紅色啦 或是粉藍色 我就會往比較沉一點的保險 不僅如此 想跟欣宜的他聊上兩句 也能靠視頻幫忙喔 我就看似犀牲 平常跟他說 女生會覺得這好看 男生看得懂嗎 可是不知其實 我只是想跟他聊天 我覺得就是 找機會跟他說話 也不一定是要聊得很怎麼樣 那有男生送過你吃好多新鮮的東西嗎 好像還沒有耶 可以送我喔